內塔尼亞湖逮捕令申請 引發多方激烈反應 對於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動 實在是慶祝難輸 雙重標準應多國質疑 逮捕令能否執行到底 國際刑事法院 它覺得是會被執行的 國際刑事法院為何所設 能否維護司法公正 它是管全世界的事情 要保證法律的嚴肅 公正 通緝內塔尼亞湖 鳳凰聚焦正在播出 這裡是華潤 鳳凰聚焦 針對造成平民嚴重傷亡的 哈爾衝突 近日國際刑事法院ICC首席檢察官 申請對以色列總統內塔尼亞湖 房長加蘭特 以及哈馬斯領導人辛瓦爾等 發出國際逮捕令 ICC上次出手是去年 應對俄烏衡衝突 向普京發出逮捕令 令普京成為了國際通緝犯 過去ICC還曾向卡扎菲等人 發出過逮捕令 但是都沒能引起大的波瀾 但這一次想逮捕內塔尼亞湖 卻引發了國際上截然不同的反應 ICC是個什麼機構 為什麼這次的逮捕令 會引發如此巨大的分歧 6月8日 據《今日俄羅斯報道》 國際人權聯合會 已向國際刑事法院提出申請 要求對包括俄羅斯安全會議副主席 梅德維杰夫在內的6名俄羅斯高官 和知名媒體人發出逮捕令 指控他們涉嫌傳播仇恨言論 鑑於國際刑事法院2023年3月 針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出過逮捕令 此次再次針對俄方高級官員 引起俄羅斯強烈不滿 就在此前不久 美國國會眾議院 剛剛通過一項法案 將對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 實施全面制裁 以懲罰這些檢察官 此前申請逮捕以色列總理 內塔尼亞湖的行為 報道稱當天 美國眾議院以247票支持 155票反對的結果 通過一項由共和黨人提出的 《非法法院反制法案》 根據法案文本 該法案將對參與調查 逮捕拘留 或起訴美國及其盟友 受保護人員的任何個人 實施包括禁止在美國進行財產交易 阻止和撤銷簽證等制裁措施 美國的眾議院通過了一條 它的動議 就是對於國際刑事法院的 法官們進行制裁 認為你們這個起訴是不公平的 理由是什麼 就是你們這些法官們 沒有到實力去進行考察 你們只是根據你們拿到的材料 就對內塔尼亞胡進行起訴 這是不應該的 也是不公正的 美國國會兩院要制止國際刑事法院 來對內塔尼亞胡發出這個逮捕令 看到沒有 現在在國際刑事法院的 檢察官提出申請以後 很多國家說這一次 國際刑事法院發出逮捕令的申請 是正確的 是正義的 希望國際刑事法院儘快予以批准 但是美國國會兩院要制止 國際刑事法院對內塔尼亞胡 發出逮捕令 在國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博弈了 爭鋒相對 引發這份制裁法案出爐的原由 是在5月20日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 卡里姆漢發表了一份聲明 他表示已要求法院 向內塔尼亞胡 加蘭特 以及哈馬斯的政治局領導人 哈尼亞 加沙地帶領導人 辛瓦爾和卡桑旅領導人 馬斯里發出逮捕令 逮捕令是他國際刑庭 叫做維護當代世界體系 和國際秩序下的 叫做司法正義 他的一個要履行的職責之一 卡里姆漢首席檢察官 對內塔尼亞胡提出了起訴 應該說主要涵蓋了 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 這兩個方面的指控 認為哈馬斯他們對去年10月7號 對以色列境內的猶太人 造成了包括殘害 殺害 綁架 人質以及對人質當中的 這些女性的人員 採取了性侵犯 性暴力 以這些名義 司法指控申請逮捕令 國際刑事法院的總檢察官 他提出申請 是一個有勇氣的事兒 以色列政府對於手無寸鐵的 巴勒斯坦人民所採取的 這些暴力行動實在是慶祝難輸 世界上任何一個有良知的 有道義的 有正義感的人都不能夠接受 所以我覺得國際刑事法院 如果再不採取行動的話 它本身的正義感等等都會引起爭議 國際刑事法院是根據2002年7月1號開始生效的 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所設立 目的是對犯有種族屠殺罪 危害人類罪 戰爭罪 侵略罪的個人 進行起訴和審判 截至目前 有124個國家 加入了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 成為國際刑事法院的成員國 另外有31個國家簽署了該規約 但是並未得到 各自國家立法機構的批准 中國 美國 俄羅斯 以色列 印度等國家 都不是國際刑事法院的成員國 國際刑事法院其實就在海牙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國際刑事法院 就是我們經常提到的海牙 海牙國際法庭 其實不是 海牙國際法庭它是主要目的 是進行各國之間 政府間的行為的一些協調 特別是民事犯罪 如果要是出現一些 比如說真的反人類罪 什麼這樣的罪行 它要設立特別法庭來進行處理 但是這個肯定是不夠的 於是在2002年的時候 當時就出現了 我們現在所說的國際刑事法院 國際刑事法院 它成立以後主要是針對個人的 國際刑事法庭它是管全世界的事情 並不是只管參加羅馬規約的 是整個世界內 所以無論它是不是成員國 只要出現了它這個 司法管轄當中的四種罪行 它都有法律責任進行追究 如果逮捕令批准 逮捕令這個名單上的個人 途經他們的國家或者經歷他們國家 它的無論是領空 領海 領水 是它在主權管轄範圍內 那它就有責任去執行 國際刑事法庭的這個逮捕令 國際刑事法院的檢察官 通常會根據國際刑事法院 要去審法庭的同意 因某個國家或聯合國安理會的請求 對罪犯進行起訴 當法官們認為有合理的理由 相信當事人犯下了戰爭罪 或反人類罪 他們就會批發逮捕令 國際刑事法院發出的逮捕令 是沒有時間限制的 它可以一直有效 所以它的這個期限很長 另外一個被追訴的這個人 還沒有上述的權利 他沒有說我去上述一下 我推翻國際刑事法庭 對我的逮捕令 沒有這個說法 所以這個裡邊就是一條單行道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政治人物 你下達了一條命令 導致戰爭的話 那麼不但你可能在戰爭中失敗 會受到審判 還有就會受到 國際刑事法院的追究 因為國際刑事法院 它其實代表的是聯合國 而且它的判決是有法律效力的 這個有法律效力的就是指的 它的判決是會被執行的 依據羅馬規約規定 國際刑事法院 可以在罪行極端嚴重 且罪證確鑿時 判處被告最高刑期 無期徒刑的刑事處罰 同時指出國際刑事法院 作為常設法院 是起訴政治領袖等犯下 諸如戰爭罪 反人類罪 及屠殺罪等罪行的最終手段 逮捕令一旦申請獲批 國際刑事法院的所有成員國 有義務逮捕並引渡嫌疑人 一個國家裡面的某一個領導人 他犯了戰爭罪了 那麼接著下面 這124國家都有義務 對你進行逮捕 按照羅馬規約簽約的時候 規定各國是有義務 來完成對於通緝對象的逮捕 類似於一個非常大的引渡條約 就使得這些犯了反人類罪 或者戰爭罪的罪犯 在全世界無處可逃 一旦國際刑事法院 做出逮捕令的頒發 那所有的簽署國際刑事法院 國際條約的國家 都有義務予以執行 假設被追捕的有通緝令的 這個人路過你的國家 在飛機場停留 政府必須把他抓住 被追捕的這個人 實際上是沒有任何的安全感 國際刑事法院 向全體的成員國發出命令 要把這個人捉拿歸案 這種壓力 我覺得任何一個人都難以承擔 從2002年成立之日起 國際刑事法院就開始刑事其職責 為確保法律公正性 羅馬規約第27條明確規定 本規約對任何人一律平等適用 不得因官方身份而差別適用 其官方身份在國際刑事法院 不享有豁免權 目前有關內塔尼亞胡等人的 逮捕令申請 已被提交給國際刑事法院 第一預審分庭 該分庭負責巴勒斯坦國局勢案件 由三名法官組成的小組 將做出最終是否發出 正式逮捕令的決定 在國際刑事法院它的規約上 強調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 不因為你的社會背景 你的社會地位有什麼差別 所以只要是觸犯了 國際刑事法院所要管轄的四種罪行 它從程序上也好 從它的理念上原則上 它都要進行這個法律管轄 第一預審庭三位法官都表示 要以一種職業精神要處理這個問題 那就是說要保證法律的嚴肅公正 國際刑事法院它的建立和發展 就代表了人類進步的方向 就是我們最終總是要對這些戰爭行為 對這些侵略行為進行懲處的 而有了國際刑事法院 就使得這種懲處朝鮮推進一步 而不是出現這種人沒人管的情況 申請逮捕消息已經公佈 隨即引發了以色列總理 內塔尼亞胡的憤怒 內塔尼亞胡發佈視頻稱 給以色列領導人和士兵貼上戰犯標籤 無異於給反友主義火上澆油 隨後 以總理辦公室緊急討論了此事件 路透社透露消息稱 由於以色列不是國際刑事法院成員 以色列不承認受國際刑事法院管轄 國際刑事法院它首先對於簽約國 它是有一個制約的 沒有簽約的國家呢 在兩種情況之下 它也可以對它進行處罰 一個呢就是說 只要聯合國安理會授權 也是可以對你進行抓捕的 還有一種情況呢 就是像這一次以色列 和哈馬斯之間的這種關係 以色列它沒有簽署羅馬規約 但是呢巴勒斯坦 它在2015年的時候 它加入了羅馬規約 這時候國際刑事法院對此就有國家權 作為以色列的最大支持者 美國總統拜登稱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 卡里姆·漢發表的聲明荒謬 12名美國參議員 向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 發出強烈警告 你針對以色列 我們就針對你 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 約翰遜更是聲稱 若國際刑事法院核准 對內塔尼亞胡的逮捕令申請 美國國會將考慮採取措施 其中包括制裁該法院 內塔尼亞胡現在也是 被逼上梁山了 他現在是說 如果國際刑事法院要抓我 下一個就是抓你美國領導人 你美國人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 在敘利亞打了那麼多仗 會不會也來抓你 美國有一個參議員甚至說 如果我們不阻止國際刑事法院 對內塔尼亞胡的逮捕的話 下一個他們就來抓我們了 雖然它的出發點不一樣 但它這個邏輯也對 美以之間這個關係 叫做戰略關係 它就是所謂的牢的口號 美國它的政客 它的政壇 無論是民主黨也好 共和黨也好 在維繫美以這個戰略關係上 沒有根本分歧 這樣的話 就是使美國和以色列之間 就等於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的利益受到損害 就等於我的利益受到了損害 對國際刑事法院 要採取所謂的制裁 或者是反對措施 在公佈了對以色列總理的 逮捕申請後 國際刑事法院遭到了美國的威脅 日前國際刑事法院 發表了正式聲明 強調了其捍衛法律公平 主張正義的堅定立場 要求立即終止所有恐嚇威脅的舉動 行事發展的跡象表明 國際刑事法院還沒有表露出 明顯要向美國這種霸權主義壓力 屈服的這種動向 歐洲國家現在也沒有表露出 要向美國霸權主義屈服的動向 美國人一開始就嚷嚷 不准發出德布林的申請 我馬上要制裁國際刑事法院的法官 而且進行各種各樣的威脅 那以色列方面更是走得遠了 要對國際刑事法院本身 以及這些法官和檢察官要進行報復 如果美國或者其他的一些西方國家 坦護內坦尼亞戶和以色列政府 那國際刑事法院到底有沒有辦法 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這本身也是要密切關注的 面對國際刑事法院的公開聲明 白宮發言人讓皮埃爾稱 對國際刑事法院實施制裁 不是解決美國關切的有效或適當的工具 他說政府將與國會合作 尋求解決國際刑事法院 躍權問題的其他選擇 此舉意味著最終拜登或許否決 該項提議 使其最終不能被通過 鑒於美國態度的轉變 以色列總理內坦尼亞胡 在採訪中表示 他對美國總統拜登 不願對國際刑事法院實施制裁 感到失望 什麼正確的正確 什麼失誤 執行者對我和以色列政府的 是只是一種嘗試 忍耐於以色列的基本的自治法 我確認你一個問題 這嘗試會完全失敗 其實美國的眾議院也知道 這條動議最後很難形成法律 這樣做的話實際上 就是和聯合國撕破臉 就是對國際刑事法院 非常不尊重的一種做法 應該是在參議院 進行討論的時候 這個動議就會被否決 或者是被拜登所否決 使它不能夠真正地形成效力 儘管美國和以色列 有著很強的共同利益 但是拜登和內塔尼亞胡 在政治理念上是不同的 兩個人可以說是 即是政治理念的衝突 也是在對於 加沙地帶問題的看法方面 存在了巨大的衝突 所以才會出現內塔尼亞胡 對於拜登的不滿 對美國政府的失望 在對內塔尼亞胡等人 發出逮捕令之前 國際刑事法院 也對多位國家領導人 發出過逮捕令 在國際刑事法院成立的 20餘年的歷史中 一共發出了38份逮捕令 其中的21人 被以各種方式引渡拘留 目前其中10人經審判 已經被定罪 南聯盟總統米洛舍維奇 因被指控在1999年 至2000年南斯拉夫軍隊 在科索沃進行的 大規模軍事行動期間 對平民進行了種族清洗 和戰爭罪行 蘇丹前總統巴希爾 被指控在2010年 至2011年蘇丹政府 在達爾富爾地區 發動軍事行動期間 犯有大規模殺戮罪 利比亞前總統卡扎菲 被指控在2011年 利比亞反政府抗議運動中 涉嫌戰爭罪行和反人類罪 從2002年開始 國際刑事法院 經濟發出過一連串的 攻擊令或者說逮捕令 它名單裡面包括了很多巨頭 但實際上真正形成效率的 並不是特別多 國際刑事法院大多數的通緝 只是給對方造成通緝而已 也並沒有真正能夠 把這些地位寫赫的人士 送到海牙接受審理 多數是針對有關國家的領導人 在職或者是前領導人 真正得到執行的 只有前南聯盟領導人 米洛舍維奇 司法程序還沒有完 米洛舍維奇就逝世了 蘇丹的國家領導人 巴西爾被推翻之後 蘇丹進入了 布爾汗將軍領導的 國家軍事委員會 他的表態並沒有說 反對國際刑事法院 已經做出的逮捕令 但是也沒有把巴西爾 引渡到國際法庭 除了早期的多位領導人外 2023年3月17日 應檢察官卡里摩漢的申請 國際刑事法院第二預審分庭 向俄羅斯總統普京 和俄羅斯兒童權力專員 利沃瓦·貝洛瓦發出逮捕令 認為兩人軍隊 從烏克蘭被佔領土 向俄羅斯非法驅逐 和轉業兒童的戰爭罪行 負有責任 美聯社報導 這是國際刑事法院 首次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元首 發佈逮捕令 國務衝突爆發了很多人道主義悲劇 國際刑事法院對普京總統 發出了這個調查的逮捕令 要求他到庭去接受調查 俄羅斯不是國際刑事法院的 這個簽約國 他沒有簽署羅馬規約 刑事法院的逮捕令 確實給普京總統 造成了一定的不便 去年南非舉行的 軍專國家領導人方貴成 普京沒有出席 顯示出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 確實給俄羅斯外交 給普京總統 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對俄羅斯的國際形象被打折扣 儘管作為國際刑事法院強調 所有戰爭都有規則 這些規則毫無例外地 約束著所有人 但實際上 國際刑事法院 對於國家元首的逮捕和審判 一直備受爭議 雖然這些國家元首 被指控犯有嚴重的罪行 但他們很難被追究到法律責任 即便是簽署了羅馬規約的國家 他們在執行的問題上 也是有政策上的一個選擇空間的 他們對於不執行 這個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 也沒有懲罰條例 羅馬規約更多帶來的是一種 國家外交上的壓力 對於有一些國家來說 羅馬規約可能會成為 國內政治的鬥爭的一個工具 而很多簽署了羅馬規約的 發展的國家 在執行國際刑事法院的 這個決定上 沒有做到百分之百的執行 甚至很多情況下都不執行 完全無事 逮捕令發出 它在國際上 往往它會形成兩種生意 一部分國家表示贊同 另一部分國家 就認為成了大國強國的政治工具 或者是外交工具 是服務於大國強國的政治利益 或者是地緣戰略利益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分野 關鍵是持這種意見的贊同 或者反對的這類國家 到底同被發出逮捕令的 這個國家的領導人 他們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 這種關係 比如說是一種友好的關係 合作的關係 還是一種敵對對抗的關係 這樣的話就形成了這個立場 政策和態度上的差別 近年來 因為國際刑事法院的執法能力 和公正性一直被多方質疑 認為國際刑事法院 只是一種政治工具 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2018年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宣佈 菲律賓退出國際刑事法院 2019年3月 布隆迪總統皮埃爾 恩庫倫齊揚卡 宣佈布布隆迪 退出國際刑事法院 此外 南非 加拿大 亞馬加和馬拉維 也都表示 考慮退出國際刑事法院 這些中小國家 與已經發出逮捕令的 前領導人或在任領導人 他有比較深的聯繫 另一方面 由於國小國弱 他也不願意使自己 處於國際矛盾的焦點 給自己帶來麻煩 我覺得更多的是出於一種 不願意捲入麻煩 出於自保的一個考慮 說我的議會批准程序 沒有完成 我就沒有辦法履行羅馬規約 背後的原因 這個議會能不能批准 在很大程度上 政府發揮的作用 在一些非洲的中小國家 非常決定性的 這個逮捕令的話 他這個咬合力會很強的 他會一直追著你 今天你掌權 我拿你沒辦法 明天你下台了 也許機會來了 你待在自己的國家 我拿你沒辦法 你一出國 有可能就把你給逮了 德莫克里斯的劍 真的是掛在這個人的頭上 讓他喘不過氣來 有分析指出 由於以色列不是國際刑事法院 成員國 也不會輕易遭到逮捕 因此 內塔尼亞湖大概率 不會受到終審 但無論怎樣 國際刑事法院自成立以來 一直致力於對違反國際人權 和人道主義法律的人物和組織 實行審判 此次對內塔尼亞湖等人 逮捕申請令的發佈 也是國際刑事法院 對其質疑的有力回擊 國際刑事法院 在這個案件中 大概率是抓不到內塔尼亞湖的 按照國際刑事法庭的規定 是不能進行缺席審判的 內塔尼亞湖到庭之後 才能夠對他進行審判 所以在短時間之內 內塔尼亞湖 還應該不會面臨審判的危險 之所以會被通緝 也是可以看到世界 整個輿論的一個動向 隨著加沙地帶的戰爭 拖延不絕 那麼在加沙地帶發生的 文道主義災難 不斷地變得更加深重 這個時候世界的輿論 對以色列非常不利 而這種不利體現在聯合國方面 就是國際刑事法院採取的行動 國際刑事法庭到現在為止 主要是追溯某個人 或者某些人的罪責 因為他擁有大權 他是國家總統 是總理 是將軍 是三軍總司令等等 他犯下的罪行 當然要追究他個人的責任了 對於他的這個團體 他的這個黨 或者他的這個軍隊 政府等等 都會有牽連作用 這個牽連作用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 對於一個政府來說 它的傷害是很大的 作為全球第一個 常設的國際戰爭罪法庭 成立21年來 ICC從未起訴過 任何一個西方官員 而這一次 他申請對內塔尼亞胡的逮捕令 被看作是國際司法史上的 一個分水嶺事件 雖然內塔尼亞胡 和他的同僚 可能不會面臨 立即被起訴的風險 但這無疑會加劇 以色列在國際上 所受到的孤立 感謝收看今天的《華潤》 《鳳凰聚焦》 我是陳琳 再會